爸爸剛剛推人手術室 你這條電話叫我回來 還叫了高層和股東來, 想怎麼樣? 我想通知大家 蔣先生在做手術之前 只有一份授權書 在他做手術和休養期間 授權我, 漢仲宇 出任韜天集團的代主席, 即時真下 其實太子是蔣先生的兒子 照計授權做代主席 應該由太子做才對 蔣先生的授權書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我還是照蔣先生的意思去做 對, 白紙黑字最均真 的確要按照授權書去做 但如果這份授權書是偽造的話 就不是這麼說 你說授權書是偽造? 你為什麼這麼說? 蔣先生昨天叫我去醫院簽 Tracy也在場見證 你說得實在實在 這樣我就當你這份授權書不是假的 但我可以很肯定 這個不是爸爸最終的決定 我手上這份 是爸爸剛進手術室之前簽的 媽媽和妹妹親眼看著爸爸 老婆在病房 然後我收到通知帶陳律師入房 陳律師就在病房裡 看著爸爸簽這份授權書 是委任我, 蔣家榮 做韜天集團的代主席 不可能 蔣先生不會這麼做 你這份才是假的 至於哪一份授權書才是真的 你休權進法院 讓法官去判真 但現在大家都質疑你 別再在這裡辦事 我才是蔣韜的兒子 明正言順理所當然 做韜天集團的代主席 大家可以放心 這段時間我會幫爸爸好 看著韜天集團的生意 不會被人承虛移入拿著數 影響韜天集團的利益 你現在是代主席 隨時可以把韜天物流 轉去你自己私人公司 爸爸我的手術最後 過兩兩小時做完 知道他應該進歪室的觀察幾個小時 總之爭取時間 我叫你做的事 全部幫我搞定他 收到, 你這次真是計算準確 漢忠宇 真是趁這個時候抓你落馬 幸好我們做足準備 還來個大反擊 想抓我落馬的那個是爸爸 那我們這次真是幸運 蔣先生叫你留下 我們有藉口 叫陳律師進病房做那場戲 還有蔣太太和蔣小姐做席 不過如果蔣先生醒了之後 他知道了, 一定會罪咎 到時候陳律師會背負了 總之要在爸爸醒之前 一定要最快拿走韜天物